南部可以說是一把地方的民意代表 是非常有名的名嘴 今天非常不容易請到他來演講 過去請幾個小時都請不來 他說我們人太少 他不知道 剛才有跟他參觀一下 我說我們當你打招 我們就快要成功 馬上就要成功了對不對 對 來 再一次歡迎我們文中 謝謝 我們主長 我們在座所關心台灣 關心我們的主館 來自於我們台灣國各樂 我們所有的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抱歉啦 因為林志森 他對中國遣討 之後他回到下一本書 從中國吃討之後 他有來像我的電台 那像我有跟他討厭 那本書 那本書的嚴重得不錯 我知道他之前在這裡 在台灣的主館問題 目前為止是沸沸揚揚 我呢 他戰警有幾個變 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路途比較空 所以我都一直 沒了時間 今天在他的命令上 我怎麼撥一撥 補個時間來這裡 跟大家來共同這位探討 來做研究 因為今天去坐在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 心裡最像有兩位 就是台灣 可以是 託人心頭肺 骨骨為台灣 那麼台灣到底是 什麼樣的東西 林志森博士 他跟大家說清楚 台灣的主權 是已故 舊金山合約簽訂了後 因為 那個是 在4月28號 1952年的4月28號 確定後台灣的主管 應該是屬於美國 國際戰爭法 美國的金屬佔領地 這個問題 我相信未來 大家有足得 研商討論的地方 今天我要來 因為 我沒有要說一些 學術上的一些名字 我覺得大家聽得聽得很奇怪 我今天在台中這裡 都是台灣人 今天我要講 這個書店以前 我剛才分作 我希望可以分作三部分 三部分 今天我們一句說不定 我來用 台灣的過去 現在 跟未來 我們用三 三種角度 來探討台灣 我告訴你 這比我比較實際 那麼台灣到底是 什麼東西 我們政治就這樣 跟他說 我是台灣人 如果我比較不好意思 連民進黨來報 有一些重要幹部 台民生的政治人物 共識人員 他開水合水就說 我是台灣人 你問三句 我的保證他答不出來 你既然你是台灣人 不然台灣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的保證他絕對說不出來 所以這就是什麼呢 讓我給他定位 為這個政客 因為政客 他只跟他說 我騙得過 我乖得過 我譬如騙到手就好了 其他呢 他疑慮 不管 這種 政治是良心事業 我跟他說 這是很無良心的事情 我們在這裡 我來跟大家做這個 我們是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人 我們所有都是台灣人嘛 我要問我們在這裡 你們對台灣了解多少 台灣今天 我們說比較不好意思 到今天去台灣 有見證到今天 威脂剛才幾年 大家不知道 台灣見證到今天幾年 我要說 剛才好 人家說十二點講十二 剛才三八九十年 剛才三八九十年 因為在世元一六二十年 給我們人來占領台灣 所以今天我們要關心台灣的時候 我希望說 我們要將過去我們的祖先 到底是 什麼樣的形成創的 台灣到底這個東西 在國際上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情意 我們要對獎金告白 要把它拿起來 世元有幾十年 以前 有台灣人沒有 有 那個時候有日本幕府時代 有日本人 有過去有海上的海災 有一些 走路的人 一些市民 台灣 一個萬億之道 那麼為什麼 今天台灣在世太平原 為什麼會鼓勵這麼大的 建力 地位 為什麼台灣今天會 降臨在 山坡裡面 我們作為是一個台灣人 我們自己本身對台灣沒有認識 沒有了解 你開書院不是說我是台灣人 你不是有跌路開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台灣 他們說 台灣是怎麼來的 我們要說這位以前 我們比較多歲的人 他就知道 年輕人就聽不懂 過去我們做這個時候 沒聽老婆 你說什麼呢 有當山坡沒有當山坡 當山坡過台灣 心肝結尾完 我相信這些老婆 都沒聽過 有當山坡沒有當山坡 但這時候已經 時刻變遷了 現在有當山坡沒有當山坡 過去誰知道有當山坡沒有當山坡 過去中國 對 冰條萬力年間就開始 春斑不得落海 和風山坡的政策 那個時候在中國 東南沿海所有 台灣的 江湖很客家 或是學長沿海 的這些人 他們要來台灣的時候很抱歉 男人可以來 男人不可以來 他說男人可以來 這樣形成了 我們有當山的公來台灣 沒有當山的罵 我們有當山公來台灣在後 台灣到底 我們這台是怎樣的 沒有當山罵來我們怎麼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遍佈 都是生了 包括病佈祭 我們大家知道 大家都已經有年紀了 人有七成六億 我們的祖先從當山來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在加南平原一帶 一個潮流裡面有萬幾的男人 這麼六個女生 這麼六個女生而已 那麼為了要平行 為了要發洩 我們如果祖先很飛雷 開始一樣 我爬佈祭的女生 我生的女生 你後總萬萬萬萬眾 爬佈祭的這些人把動化掉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說不好意思 我們都是要怎麼過的 都是雜生 包括我 都是 尤其有一點 現在 你如果不相信 我們才會跟他說 這個病佈祭不好 病佈祭 我們的生活就是流病佈祭的血 尤其在女生 我們看得不清楚 如果有女生朋友 我們如果 阿嬤已經年紀一個樓 我給你教 他在那漸 在那漸 你不要靠面給他看 你站在旁邊那邊 切面給他看過 那個臉 不管說他年輕 他多漂亮 他多青春多漂亮 吃老了 你看看 那個病佈祭的輪廓就走出來了 所以 我們會記得 我們的生活所流下來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是病佈祭的火 所以我們跟漢民族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這就是 經過了一台一台煙變在後 形成今天這個的臺灣人 但是你會記得 這個國家 他經過了混血在後 這個國家 他的智商 他的國中方面 會比較進步 就這就是 日耳曼民族裡面 他的優太族 優太族 優太人他既然不會國在後 那個人比盟國 盟國在後 他就當初 跟人佩晉 所以形成得非常優勢的 猶太族出來 日本的太和族 也一樣 今天說 歐庫 歐庫什麼 代表很愛 日本人很愛 但是今天日本人 你看看 人完漢堂 他們的時候就經過了 這個 萬國普通火 日本人為了 改變日本的政 對 美所有 一些很優秀 很廣 很漢堂 好的政 對日本 跟日本的流行 經過了 還有一種的交合 你看日本人 的地上特別高 所以我們台灣人 我們不要自己 看見我們自己 其實 我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族 我們會 其實 我們絕對不是漢民族 我們是土土地地 要追溯 我們就是 民族的住民 今天我感謝大家介紹 再來 我們要說一句 我們 藝族來統治台灣的歷史 荷蘭人來統治台灣 到底是藝族什麼來統治 因為 我們大家要說這個台灣以前 我們都通稱台灣有一個名稱的 富莫薩 富莫薩 這個富莫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句話不是荷蘭人說的 是葡萄家人 在十四世紀 那個洪海時期 歐洲的列強 他為了 要去阿州 要去 洞南亞 要去佔地盤 要來做活躍 要來探情 要來佔他們的殖民地 他們經歸了 非洲豪旺橋 之後 一直 深入遠東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 葡萄家人 包括荷蘭 他們 一直在 暗算在阿州 就要做一些根據地 所以他們航海 在台灣過的時候 去看到 這很清楚的山島 你說這 是荷蘭 在他們 葡萄家人來說 就是這 很美麗的 清水的山島 荷蘭就是怎樣的 這 不是 美國人說的 不是 日本人說的 荷蘭就是 葡萄家人 那麼 荷蘭來 在 原地 荷蘭是要 他會贏 但是 剛才 民調萬力年間 那時候 台灣 這個島上 應該 林士山 他搜尋裡面有誰 他搜尋裡面應該有誰 我有他見到 他說得不對 很正確 那時候 日本的幕府 在台灣 擁有 絕對的 勢力 但是 不只是 石冠地府 荷蘭人 他有生的 叫 東印度公司 這間東印度公司 他就是 集軍書 性地 包括他的經濟 貿易於益生 這就是 全世界有的 這間 印度公司 這間 股份有限公司 叫東印度公司 這間 是代表 巴德美亞 的荷蘭 之後才跟 日本的幕府 去取得共事 之後呢 來占領台灣 那麼荷蘭人 占領台灣 開始就是 我們台灣 先民 開始含有的困境 開始 這個義肅的 宇宙的通敵 對這個國家來說 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今天去做 為了台灣 我們這台在享受 民主成果 享受 我們的經濟成果 時 我們在外頭去 我們的祖先 到底是 歷經了 多大的困難 我們做大雷的這個土地 有我們祖先流下去的火 有我們祖先地流的火 到底他的火是怎麼流的 他的火怎麼流的 今天我們來講 先來講 千半壇的台灣的過去 荷蘭人到台灣 在後裏已經看穿穿 台灣有什麼東西 台灣那時候騙步都是落 都落 那個時候在 一六二十年的時候 台灣以後 那個時候國家的高潔 我們這個台灣 你跟他騙在海邊 全部都是落 總數到多少 他有五百萬隻的落 有五百萬隻的落 荷蘭人 從落到洞 他們生財 這是發財的基礎 所以他們到台灣 後來 他們生在這個戒套 把 怕修葛 修葛戒套 這修葛戒套 就是說 每十的人 跟你 集作會 後來 在十的當中 找一個 修葛秀 後來在這個修葛秀 後來 這幾十人 還形成一個大戒秀 後來 發出 補六青 可以去修葛 每一個人 嚴格 喊一下 一個人一年 一定要九十年 六歲 所以 台灣的 落 為什麼 過去的這些 代表台灣 是 生存的一個好處 所以這時候 還有很多 好名 落國 落婚 落寮 粗禄 所以 這個名稱 這時候又提 台灣片補 總是禄 再來是什麼呢 他看著台灣的湯 台灣的湯 這還給台灣說 借責出來的湯 在世上是南八王 最好的 但是那個時候 他們 生產 這個 氣股 非常勞強 所以 荷蘭人在一六二十四年來 簽了台灣 經過二十三年以後的 一六四十年 大家記得 一六四十年 他們在哪裡 這對 印度 一當印度公司 現在正式對印度去 進口 一百二十一隻的 紅歉牛 台灣的紅歉牛 就是對世上 他就四十年 正式 由我們 東印度公司 進一百二十一隻的 紅歉牛 之後呢 這南北 分兩 叫 牛頭絲 一方面 在繁石 一方面 用這個 紅歉牛 開始在經濟 那麼 吹牛是什麼時候來 吹牛是清朝時代 清朝時代 後來開始印證水股 那麼荷蘭人 他來台灣 我們不要說他政治問題 他說他對台灣的農金 他台灣貢獻什麼 我就跟大家說 我們這次 中有這個 火連島 軟道 其實我們的名稱說不對 那中有這個荷蘭島 荷蘭人印證 我們的祖先 如果說一句 說到要給他教教 不是說有這個荷蘭島 不是 荷蘭島 是荷蘭人印證 還有印證兩種菜 這是什麼 包心菜跟荷蕾菜 再來 什麼 還有一種 水果 大家不知道 這時候正在生產 就是山 所以你這時候台灣 你叫科高學家 考古學家去考古 台灣 這個荷蘭 他的荷蘭島絕對沒超過三百百百十年 這個荷蘭人印證進來 所以這點我今天簡單跟大家來做一個介紹 但是因為荷蘭 這個國家 對台灣 非常非常的夭壽 非常白色 他像台灣這個地 我們大家記得 這個國家去漸棄後 脫地財產 整個都人 所以他們的荷蘭 這個延續 他們古代以來 國家是一種王的借多 所以他像台灣跟規立 為一個叫王殿 王殿 銀河的所在 殘河 都是他們的荷蘭王的 那麼這時候台灣這麼厲害 還要留這間所在 就是台南的王殿 就是從這裡來 台南的這個第二名很王殿 就是從這裡來 你知道嗎 這樣來 現在這間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但是呢 我們載政家的 先拜 我跟大家說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台灣這幾十年來 去國民黨的市民交易後 台灣人已經忘記 數點忘記 很可憐 我們今天直接騎去 在我們過期的教科書蓋子裡面揭開 我們做崇拜是什麼 蘇可華 雲天翔 七聚光 還是中國的歷史 中國有什麼山海關 紅河 南京有莫丑湖 鹹湖湖 宜花台 中山林 台灣有北通關 有東南 雄館的玉山 台灣有民文全世界的路上 我們有很多個好的地方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我們知道一個蘇可華 雲天翔七聚光 你不知道有一個貴法院 你不知道有一個主義貴 你不知道有一個林松文 你不知道在 台灣這個文化學部的時代 有金有水 有創白費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這是我們最愛的地方 所以說 送電忘祭 在台灣 這裡 我們是無心疲貴 說得不好意思 包括你包括 南文中本人 我們都是縮點夢中 我們對不起 我們的祖先 台灣在立書上第一跑 去到荒控宜宿 是什麼人 過法院 這是到底台灣的民主影響 好人家在北斥台灣人 其實是無竅無小 你知道嗎 那是無竅無小 那個時候過法院 他已經看不到說 我 自己本身在這裡建築 我是台灣人 那個時候過後 他的心理上 我就是台灣人 我絕對不是中國人 所以他都領導 我們過去的 張秀族 傳秀族 的過去 的我們這些先民 政策 就是暗勝利用 那一年的八月十五 要給他攻打 荷蘭 荷蘭人在台灣後 他還建立兩個人 這個叫越南車 這個叫普洋民車 我們都把他請到紅毛 其實是 在 今天叫車站 就是 普洋民車 那是建立他們的政策 中心嘛 控制台灣 北施民主民國 包括像台灣 把你當作是 落雷 給你翻台 所以過法院 暗勝說 在那年的八月十五 要蓋荷 結果他有一個小弟 有到沒辦法 在過夜的時候 晚上都跑去 通報 他們蓋荷蘭 他都拿手 出手 那張你知道嗎 雖然在第一階段有 這個 普洋民車 不過多久後 台灣人過去日本時代 第四季的中毒疑獄的時代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這個 行政官 後天新兵 後天新兵 在在台灣的時候 曾經我做過中毒 他說這句話 台灣人就是 探聲怕死 愛情愛民主 所以要在台灣 你只要將這些東西 落雷掉 要在台灣很好地 所以 他好人人 屬於人所 在國中方面 金本就沒辦法去地獄 就過了他的部隊 但是 好人人在這裡 他怎麼用氛化整齊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氛化的科砲 給大家聽 那個聯絡 鋼匙 馬頭匙 那個原住民 才開始翻功 你知道那種的戰爭 在台灣 歷史上 是非常親切的 到戰爭 我們在九戶 蓄責責 我們在銀河 的門 我們完全沒有去看 我們的祖先 到底是誰 有多少 那種到後來 過了 去找独出到 普洋民主 在那裡 廣東 七八千人 包括虎嚕 包括小孩 包括五辛的虎嚕人 半天半夜 都去由 荷蘭的軍隊 躺在哪裡 躺在高雄館 原地高雄館 台南市 這條是什麼 二戰人家 都睡在二戰人家 剛才在那間 整個二戰行家 的那個客廠裡面 市貸 桌上去 7000多人 台湖的住民 去賀蘭人 怕死7000多人 就主持人 你怎麼看得到 在車你怎麼看得到 你都沒看得到 我來政管 不可以給你知道 那個貴水 老幾十幾年老不了 後來 那個客廠屬上 那是台灣的 歷屬上 的記者 台灣人 真正台灣人 第一邊 荷蘭 提供 台灣的民主影響 算是貴 貴懷孕 這是台灣第一 現在看看 到貴懷孕 荷蘭在台灣 剛才38年 從1620到1662年 後來 那時候貴懷孕 含今天你的政策有一樣 所以有人說貴懷孕是民主影響啦 貴懷孕國勝也 是怎樣 剛才這樣 我說貴懷孕如果要把他批評就剛才含孫文一樣 含孫文一樣 含政策有一樣 那麼貴懷孕他在台灣後 因為水土不會 貴懷孕到台灣 他沒有七個月就死了 因為台灣是貴懷孕的你知道嗎 貴懷孕的貴懷孕 貴懷孕 老實說 你如果一般這個人來 還會有孟堂頂到 那事實說 你根本都不會窩 水土不會窩 貴懷孕很早就死了 死了後 他的兒子 貴懷孕 沒多久在後 貴懷孕 他差不多 貴懷孕在台灣22年 貴懷孕 22年 但是貴懷孕說他在台灣後 貴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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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記得 他將他的部隊 分成什麼 劉贏 會贏 祖贏 新贏 前方 銀母 都 用他的部隊 貴懷孕 貴懷孕有什麼 他跟酒一樣 我們怎麼要反共大陸 要反共大陸 他要貴懷孕 他一定要貴懷孕 貴懷孕以後 這個八十 貴懷孕不夠了 人力不足了 所以他將他的部隊都開始 貴懷孕 貴懷孕 貴懷孕就是要 來做農事 後來前方贏 貴懷孕出來的貴懷孕就前方了 在中贏貴懷孕就在中贏 牛贏貴懷孕就在牛贏 所以今天貴懷孕就是這樣來 新贏 國民就是這樣來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 這個貴懷孕到底怎麼過的 我們要清楚了解一下 今天雖然說這個 跟我們 這個秘書長 跟大家所注定的 雖然 而且 但是我跟大家說 一定要做一個追溯來 對台灣的過期 我們要了解 現在 我們要清楚 未來 台灣到底要怎麼走 有機會呢 文昌會一直 跟大家來做一個研究 所以電線說他在後 他開始 在佈地 今天我們在這裡才有客家任務 來 很好 因為 我跟客家人有關的力士問題 我跟你們研究一下 造業 我們美容 有一個傅先生 那個 高雄館原地的美容是歐府長榮之地 美容可以是全台灣人口的比例裡面 色素博素出最多 美容 但是我跟大家說 我分析幾個 我每一遍去美容演講 美容 過去自私界的人 如果聽說 老人要去演講 他們都會來聽 當中最第一 到底就是 我最尊重的 是中鐵民 中老師 中鐵民 可能你們比較不滿意 但是你們有了解 台灣的人 有這個 中理合紀念館 你們不要記得 他就是中理合的一代 中鐵民 中老師 我每一遍去演講 他都會來聽 聽什麼後來他都不會走 他跟一些 過去他們美容人 已經 在外面 不論是做校長 去學校有生就這些人 他們退休後 客家人有一個特色 他們都會 回到他們的故鄉裡面 做一些超金工作 文化工作 後來他們說一句話 中老師跟我說一句話 袁委員 所有的政治人物 你真的對客家有了解 你對客家真的有清楚 這是中老師跟他說 抱歉 因為今天我們客家人 在台灣整個政治 歷史演變過程裡面 我們說給我心想 中老師說一句話 我們桃竹苗的鄉親 我感覺到 很奇怪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難道他們不知道 我們的客家 過去 在整個台灣移民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抑制 被打壓的對象嗎 我們桃竹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客家的人 都會躲在偏年地區 在那個 繁華的地帶 太不客家的部落 然後 再來 最第一 厚廟是什麼 桃竹苗這個客家鄉親 他們沒有 在淡水駕 包括隔壁地區 有一個 落堆 連駕的人說 落堆的由來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這種的就是 道地的宿典望族 那麼客家族群為什麼會住在 在偏年地區 萬人對對對來 你叫客家人吹來問 疑問三不知 我可以跟你說 客家族群 在整個台灣 台灣移 台灣移民的過程當中 是最悲哨的一個祖 所以客家人 我記得說不理他不去 支持國民黨 為什麼客家人 會屬心塌地 去支持國民黨 為你說到什麼 分化 受到分化 然後呢 不但族群的分化 之後呢 又用經過的 精神設計的洗脫 去做成了 萬克的對立 原因就是這樣來 我跟大家說 清朝 要滅年成功的時候 那時候的主張有什麼 斯隆 斯隆 斯隆在打台灣的時候 我跟他說 那時候 電修在 屁股 的客家 客家族的重量 我叫劉國賢 劉國賢 這個人是 他教養鮮前 他住的是什麼 是住的客家 那個斯隆 其實是天在暗做斯隆 不一定是斯隆 清條不一定會贏 因為 鐵極宋 這是一個付不起的阿島 那個時候 彭斯帆 有跟鐵極宋說 胚鴨一定要顧著 胚鴨 一旦失手 目瞬去 垃圾 跳斑 夢去 台灣就夢了 所以建議 電修在 主流部 要移奉在胚鴨 電修在說 劉國賢 綽綽有餘 有夠了 他沒想到說 天在 在做 清條 在 不可以 公國 原地 第一線的時候 劉國 劉國賢 他的客家軍 虎虎身都打得非常漂亮 斯隆倒你 眼睛差一點點 打錢 沒有 然後風鞋倒回來後 斯隆大大都 公正署 電修 劉國賢的部隊 瓦蓋 瓦蓋後 清條 到那個時候 電修正式行清 行清後 人家就是 秋後選账 秋後選账 斯隆這個人 是一個 幽因 不一定要補 但是優秀要補的人 所以因為他們說 他的眼睛 倒你 打擇 打擇 就是因為 總之必須我記得 客家人的頭上 所以他回到後 在歐東沿海 客家 頒佈 就是村邦不得了海 然後 千概寧 這個千概寧 來於30公里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一句話在說什麼 客山吃山 客海就要吃海 你原地在歐東沿海 客家 這個人是 補餘維生 是客海在生活的 結果你 歐東 要將 過去 要將 台灣 的主委 跟他摘得掉 這個 千概寧 一個 半補 在那裡 將這些人 來於30公里 你覺得歐斯多少人 歐斯多少人不是這樣 這千概寧 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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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這個多久 70年以後 70年以後 西隆市以後 西隆市以後 對平安的地区 去移民 這就是 客家人跟這群完全都不知道 那麼 在那邊說 瓶洞 瓶洞的這個 瓦堆 瓦堆到底怎麼來 瓦堆連瓶洞的客家人都不知道 到底什麼瓦堆 我跟大家說 瓦堆在台灣最前後 兩百十二年 這兩百十二年來 台灣 鮮民 反對瓦堆幾遍 一百十二遍 所以只能說三年一少亂 五年一大幻 瓦堆是在那 其實呢 逃兩年就翻一遍 但是 在瓦堆在台灣 這兩百十二年的 過程當中 有過程 逢逢的 就是我們的 鮮民 反對 宇宙 建政的武藏 阿母王主義貴 包括 林松文 這兩條可以是非常 非常 非常有 代表性的兩條反對瓦堆 我現在 告訴我們客人知道 阿母王主義貴是哪裡 高雄的羅漢門 就是萊門 我們對萊門有清楚嗎 你知道嗎 萊門 過去主義貴就是在那裡 娶娶 娶娶 但是呢 他為什麼 他的主稱 中興王 因為他選主 應該主義貴是天地灰的人 天地灰 因為 他們的 民調 從 從真去梅山自殺後 結果後 他們做一些 貴旗翻牆 這些人會做 天地灰 天地灰這些人 就是到處流竄 黑白照 黑白照 那些人有好的有賣的 有館的 有雞的 通常有都集結在這裸漢門 裸漢門後 到那時候 因為 風山關的館 在黃玉丁 來門過去 天佈 整山 那些都是貴的 在農業 世代 貴的是非常有經濟價錢的 所以他把他撒在那裸漢 撒在那裸漢 撒到那裸漢 大家戰性不足 撒到 主義貴翻牆 主義貴翻牆的時候 我老公笑的 過去人 野貴高到菜多 這是台灣人的天國 他都怕什麼 都抽了來 問那個 七個鎮的 七個鎮的 洗自己 很重的 七個鎮 都利用 暗時 他在頭頭毛毛 都在 走過寒子療 寒子療什麼 寒子療就是今天旗山 寒子療後 經過殘療 經過阿蓮 後來都 毛 毛拼幾 毛來在江山 利用那個清君 在晚上 有一個 一個販地在那裸 總共他把 撒那個販地 你後來 煮一整 怕死的氣勢 多好 他爹爹翻牆 一禮拜而已 整個南部都翻牆起來 將酒 全酒 大團結 爹爹一禮拜 開始就從台南掃爹爹爹 屏東有一個屏東的客家族 這個是屏東 屏東人 這個叫肥ot場 這個败君嬰 這個桥君嬰 從 給他嫁家族這個人 去鄉英 後呢 自運 一整年 從風行開始打亂 到屏東就打一招 建長坐在鳳山 ddd没幾天的期間 將青軍都冠尼過去台灣 結果如何 結果就是因為在稱王 主委會要求就要他們兒子去做王 不然這個肚骨可以 當然主委會不會 不會引動 雙方民都不會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 變成客家很合得很好 對外 打一個肚骨的軍隊輸 走回去 淡水拿去之後才去做這個肚骨 肚骨包括 高雄館的肚骨 桑拿 包括他們的肚餐 這裡開始做肚骨 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客家族就是這樣來 在客家族台灣移民的過程裡面 我們說比較不好意思 都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我有一邊 在高雄市的肚骨 圓鋼 我去圓鋼以前 因為普通的圓鋼座都會辦在哪裡 都會辦在廟 的廟座 我有一個個性 我如果去圓鋼座 我都去看廟的圓鋼 看他的圓鋼 結果一天 我這種人生得不好 收養不好 那天我在圓鋼座本來要跟他接 本來要跟他接 到後來 常常說不通的 這接的影響 我真的撞不住 這就是警察政府 警察政府 警察政府 我絕對沒有跟他拜 我絕對沒有跟他拜 你議民跟他拜 怎麼說不可以跟他拜 那裡面嚴格的說什麼呢 林輝松文判亂 客家的遺宿 在青條 的這個荷椒集 就是拋頭裡灑肉水 為了這個平定林松文 這人建事 故稱為義民 這在聽下去嗎 不然這在聽下去 這在拜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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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這這兩兩兩 我們大家定位定好 林松文在台灣 環控義足裡面 是風風的 可以是倒倒地 在台灣的民主影響 在環清那裡 建政裡面 你知道打到什麼情形 那可以是過去 打破歷史的紀錄 台灣在青條 在台灣的時候 那是四分五年 張州社會 江州做到傳州做到的社會 萬科社會 都都是青條政府一手去主委 就幫你討厭的 林松文那裡 可以是排除萬難 有在條集 江州做到傳州 做空情 大團結 那裡 反對於很空間 裡面 你知道那人 是當英 有多少人在那裡 林松文的部隊 跟為這個主流行 總共十萬人在圍 你想想看 那裡可以是非常極力的一堂 台灣低控義足的現場 結果你不是 到現在已經清條在台灣 已經差不多出去了 這個家裡 在這裡開始改行 那時候林松文 由豬羅生的時候 豬羅已經差不多都 兵了差不多要滅了 阿娘要滅了 到現在清條 要派他的蘇生 主委在乎公安 躲十萬 十萬的千吉軍 對六年明定六 對六年明定六 之後就 直奔 一落豬羅 這裡改豬羅之夜 林松文就行嗎 沒有行呢 林松文就用公婆 你後 躲他的戰役部長 打到 對大陸生 你後 見識在黨四角 你後 你後 不是你十萬的千吉軍 有在地 打敗林松文的部隊 是聯絡 藝族包括 客家族這些人 全部換起來 後 當地英軍的部隊 千吉軍的部隊 打敗林松文 這些人很疑民 你要想 啊我們是在拜安出來了嗎 幫忙藝族來消費 我們的民主影響 你要再給你開一個廟 讓你在那裡拜 所以我們台灣人 我們事實上說 我們真的要減透 所以台灣 大家記得 林松文是 到底台灣 北京人是 真的建國後 我們台灣建國 這一定要開廟 結果變成什麼 林輝松文 判斷 他們幫忙 那千軍要跟蕭伯說 他們是在議民 他們在拜 所以這就是今天 整個台灣的 價格官全都在撤亂 全部都撤亂 林松文以前 你後來清條建廟 為了支路就這麼改 這要送一修士 要送什麼 家中修生 仲修之義 家中修生 仲修之義 從上面去去 加到會比較容易 就把他拿到家去 這麼像支路改掉 支路就是要改掉的 我跟大家說 台灣人 屬於真的悲哀 非常可憐 我們自己本身 完全沒有自己的問題 我們沒有自己的歷史 今天在文章說這些 不是說我真厲害 因為 久等以來 我是一個民進黨的生活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很自豪跟大家說 真的有在研究 文章真的有在研究 對台灣的歷史 我真的有信心去認識 我會去了解 所以 到這時候 我也去到中國 我這幾天 如果看聯署的人 你就發覺 我跟中國 南京 混在一個中間 他不會處於我多久 不會處於我多久 除了 除了我 在我的聯署上面 論到九位 他占不住 在台灣的 定位主管 認定上面 這個味道 我會跟大家說 我在做立委的時候 有一個 在台大校友會 大通牌 有一個 成長文 你們應該沒聽過 南中文 一個秋風家 這種有真正通牌的理論台書 所以 曾經有一次 立法院 當團 在開會的時候 過見面 紅旗槍 不知誰 誰會說過一句話 他說在民進黨內部 真的有夠主題 射詞 跟文章不是彈水筆 這句話 你們可能會告訴他 文章你在分解鬼 這不是我講的 那裡的 會記錄 你可以調查看 因為 那裡的 可以是 破紀錄的 我那天 在那裡 很醜惡 很奇怪 南中文 在那裡 你是什麼 好學者 聽到好學者 你比較軟 他說 台灣主管 我聽到 整個腰部 都腰部 那種的理論 數是 幾段七八糟的理論 他說 你外面在說 說什麼 開樂酸炎 不好 什麼 破綻酸炎 什麼不好 什麼要營 他用救生三合約 他說那種不好 台北的主管 怎麼來 我說 他現在是怎麼來 他說 可以一句兩點 預先燦油 第一點 第二點 不要忘記一路 在三國四代 順管 正義主的技術團體 出來看 所以 處理非常明顯 台灣主城市 屬於中國 有 過敏 這棟裡面 沒辦法人家說 點點 我 我請教你一下 什麼叫預先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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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大學問就大了 什麼叫預先戰友 那天都很意義 每個月都可以 問說沒有在討論 他說什麼 他說預先戰友 就是 什麼開錄選演 脖子選演 古今年的海洋 都不要說 在一九四九年 你後來 中國軍隊來到這裡 就是預先戰友 你說你比較點 預先戰友 在風雨 還是他在 就是 就是我在世界公害 公害一間間去 撥一大堆出來 你的部隊你的政務先去炸機 先去洗碗中 預先佔友 我說丹佛祖你的錢怎麼賺的 你一九四九年來給他 看看 你國民黨軍隊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六百幾萬人在這裡 什麼都預先佔友 謝謝 再來觀眾 要不然是宜舟團 說什麼宜舟團 我們在這裡每天都打過 我不知道 過去做我們百萬鄉叔 在下江南後 那時候三國就是獨國東五 跟做一做 做一做最強 那時候 過去東五孫館 他去收到 這個做軍的案子 他就去宜舟 但是宜舟到底是台灣人一回兵 我不知道 比較少一個宜舟團 他很難問 我又有討到 他又難問到水小 我又有討到 但是孫館東幾時派軍隊 是去抓人 抓人是去東五做兵的 那邊呢 我又問說 佛祖 宜舟到底是台灣 還是外賓現在不知道呢 我來替一萬步來講 就是宜舟就是台灣 你孫館是共同的行為 是宜舟 抓人做兵賣 所以要宜舟在府 那就是你們的喔 要不然過去蒙古人來 在你們台灣 你們中國不是蒙古人嗎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通牌這些人 是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有孫館的 他在等我 覺得孫館的精神真的不錯 他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 跟中國在那裡 全部齁 我算是你們 要給這次拍一拍 他真的 這個東西齁 如果說 行家一吃手就豬有沒有 政治是實力原則 政治應物 政治是良心的事業 我們常常政治有很多人 我們不但對你自己本身 要有鼓鼻的職業 你對社會 對國家設計 都要有職業 但是這時候的政治應物 聽不懂 聽不懂 有時候 譬如 如果沒有主持人家 也不用 不用想打 那有時候你自己打 自己打 自己打你自己的眼睛 我騙 你自己打 我告訴大家 一句北京夜做什麼 我不殺柏仁 柏仁為我而死 這句話你沒聽過 我說你們在倒皮 這倒什麼 這倒皮 你這倒頭 要一空 你現在想我 我現在去一個人 不要說 很大 很大 我們屏東的電台 你把他打給他 打給他 打給他做議長 議長這麼要請 打死人 我問你怎麼打死人 你怎麼打死人 你請這個人是你去賣的 我剛才去看你去賣 才不是你去賣的 你如果沒有去打給他 他 才有跟主席人打死人 這就是 偶不殺柏仁 柏仁為我而死 就是你過去偶不打 你打得不對 這事情 我告訴大家 你也說 當然 這時候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時候 沒有主張選舉 但是 這裁定 這裁定 如果有投票管的人 要接票要打 要比較慎重 改變會打 改變會打 如果沒有投票你整個去賣的 你整個去賣的 你再看到這裏 你看到 我又 有機 有機我講我聽你會怕死 你真的會怕死 我現在來講一個笑容給你聽 我們在台中這裡 我都要聽到 康信龍 朱古城 一軍 好 還要一個成功 很健感 台灣的健感 這老婆 要欠當內多 怕他四十兩年 要做收費 他不敢吃 要把他關閒 要把他打金 要把他打鬼 是在打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台灣人無地 你今天我的人生不清楚 他還反對國民黨 反對國民黨 反對國民黨 你就說他是影響 你要看到鬼 我跟大家講 在圍觀貼切時代 有很多 其實他的重心 是什麼 共產思想 是唐馬克 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現在 這個王朝的時代 只要你知道 你是共會的同路人 你出不完 多多走 你絕對死路一條 這些人要反對國民黨 他敢說 我主張 馬克思主義 我主張共產主義 他敢 他就要笑 所以 有時候現在 在民主黨而已 我本土 所以 扛著綠旗反綠旗 扛著民主 大旗反民主大旗 他就是要跟你反了 其實這些人 其實他的重心主張 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 是土地的共產主義 這些人 比國民黨更夭壽 結果在民主黨裡面 你也是 新主辦公司 拜 拜幾年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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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反映依賴 我跟裁長這麼說 我不去中國 我沒有在隧小 我絕對沒有在隧小 我跟他說之後 我當初我有選擇 男是這個家族 如果要到中國 我只有一項 中國放棄武力犯台 這樣我知道要去沒有 我不去 結果你後說 我沒有說 他說有的 結果兩三個又來了 我說要是誰呢 是很關鍵的人 他說國長你如果 不好醫師去大陸 他要帶第三個家民 我沒有說 你任何生理賣 你媽媽不要說這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大家去一買 香港 九七回歸中國大陸 沒有多久你後 香港那時候 裁切夫人到鄉下 他說什麼 五十年來這裡 母教條 母教條 還要教砲 經過不幾年 中國要通過 基本法23條 基本法23條 通過香港就死了 結果呢 他們香港說 要來台灣出境 七處八處好事 民進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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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中央說 你如果要母教你就去南部學問中 他怎麼 他怎麼在母教 他娘呢 歐坑歐我條 那天剛好 有夠大 那一台車 剛才中興的馬叔 來聽到我的學部門口 剛才在高爺 三個 三個立位 那什麼人家說 紅台仙庫 我不知道什麼 紅仙台庫的 都做七個 都做大九個就對了 都送我一機 我要做什麼 慘了 我們不會母 拜託你來幫我們母 好 我這個 不知道是說 那一個空地要把它扔下去 人家就跳下去 跳下去 我來教 我說 你現在 來用電台才會母 現在電台都回到後 再命 香港 香港喔 如果設定電台 設在高爺 看起來問是 什麼 我說沒關係 你可以 爭發洩機 阿 平地接不下去 王三半 你就是發洩機 都塞起公開 剛才發洩 電台在奧子 內選團 我多厲害 真的厲害 到他去塞湯 後人去香港 住一些技術人員 會不會搞得他 謝謝 現在有個個我要去二次 好讓自己鐵 paj 人飛機是都飛去香港 天機後都在飛 現在我停在香港而已 我就說 都沒要下去了 天氣沒有五分鐘 三個起來了 都拿一個資料 今天我的胃了 你是袁文章先生嗎 我說 是的 你不要下飛機我們不歡迎你 看我五歲了 我還有結婚呢 飛機剛才停兩小時呢 剛才整個飛機人一直笑 剛才都在我剛才在香港 結婚 結婚兩小時不太近 那時候飛機到 水里又六小時 剛才那天一斤沒吃婚了 這真實的事情 連香港都沒去 連香港都沒去啦 我這兩天說 林飛煩到 他們要去不要去 我是破壞的 連飛機都沒那麼熱 香港的跌倒沒那麼大 說做民主運動 如果我們這九十十字 真的做到 緊骨 做到緊骨 所以今天我們 在庭佳 剛才有這個機會 就有一點促動跟大家說 全體應該我不會 說了如果好 你還要去破壞 如果壞的你不必要去處理就好了 不要去處理就好了 再來就說 我們一個嚴肅的議 跟大家再討論一下 其實 在1947年 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 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 當然是 林志昌說下關條約 其實是下關條約 沒有錯 我們歷史上要說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當然這個時候 主管掛領 那志昌有交代 我不用再解釋這個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裡面 在一百九五年 那時候台灣其實有一遍 世界要承認他們的公道法 有一遍 因為日本在台灣 剛才五十幾個月 前後 19歲 19歲總統 這19歲總統裡面 是對岩町 對華山主義 到岩町利潔 19歲 那麼當初 掛領台灣的時候是誰 清條 李鋒中的兒子 叫李敬鋒 李敬鋒跟日本的華山主義 就是在這裡 在邊緣河 在吉蘭河外面 的郵輪在那裡簽 簽牛台 那時候是掛領台灣 平鋒 台灣平鋒跟劉球 掛給他們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會記得 清條在台灣 搞一段兩百十二年 清條在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華山主義來占領台灣 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人都還老頭問 清條是在頭問 但是當初的日本 他有頒布一個兩年命令 這兩年命令我們大家會記得 這要照說出來 在台灣未來 的主管 領域上面 這對我們的 屬實有加分 因為 那時候他有生在 原地有生在台灣民主國 華山主義 要在政治 在這個三千角定力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有生在台灣民主國 這個台灣民主國的任時總統有在 唐錦松 東京松 台灣民主國 那時候台灣外不穿 有一個人就是 拿好 有這麼拿好 有這麼紅好 哪一塊 的旗子 那就是民主國的國旗 那這個民主國國旗 那個時候就是 總統就是 鄧京松 那時候 台中 就是秋風家 這個秋風家 這個民主國 那時候 在台灣人 非常分開 說你請到日本 完結 修台 修法 我們台灣人 離我們幾千公里 沒台沒錢 你沒經過我們台灣人 同意就將台灣要掛念給日本 所以台灣人 不完 不完之後就開始生了一個 台灣民主國 這個國家 會受很長 10天而已 10天就特別了 現在一個華山主義 對三千角一個定力 我們 台灣民主國 打不三立生氣 就輸了 輸了之後呢 這個鄧京松 他做十天的總統 之後都跟他說 他要裡面 賺一些內部 說一些 金銀材去賺的 都扶著 在法國倫 都賠回去 走回去 都走回去 10天而已 民主國就倒了 之後 這個秋風家是 台中軍 他連打一個 親戚就沒有 他現在一個 一個僵義 做什麼 秋練台 你記得嗎 秋練台 那個秋風家 會怕什麼 說為了要 甘立他們說 那其實都來台灣在騙的 來台灣在騙的 現在要走的時候 他跟他說什麼 說災上 五元 連掛地 高神 沒在哭 天啊 這樣好 都走 這樣就走 10天的民主國 這是台灣剛才 撐火 倒 隨 開了 就隨死了 但是華山主義到台灣後 然後 他開始要頒布這個命令 這個命令要按照國際法國看起來 這應該有國際法的效率喔 他說兩年裡面 你只要如果是 運動日本國 你繼續住 日本人跟你生 你就是日本的公民 這兩年裡面 你如果說你就不愛了 你敢想要 躲回你所有的祖國 如果這樣 你可以變賣家當 可以賣你的財 虛假代賤 你可以躲回去 日本國家 日本政府絕對不給他挑戰 這兩年 這種國際法 我們財政 這次就要說 兩年一交 多少人回 6%而已 94%的人 他們選得 繼續做台灣 他們選得 住台灣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雖然 我的祖先是 對搖我的中國 台力來的 但是 那些地方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陌生 我們已經不認識了 而且我們祖先的群網都在這裡 我們的後台兄弟都在這裡 我們就是台灣人 我們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由這點 那可以是 一種正式國際法的行為喔 這樣有百分之九十十的人 引動台灣 那麼 經過我們調查 把他扣好起來 這6%回來的 都是什麼呢 都是 頭老頭部 頭部門 不願意離開的 不就是什麼呢 就是吃阿片 不就是什麼 我們的父母 老頭 老頭 這人都回來了 所以這有說到 這種就是國際法 國際法 但是呢 我們就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自己本身 沒有種 組織性 沒有種組織性 我們沒有多久 我們是可以發洩出來 而且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說 日本人來 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說 中國的 這個幹隊 那時候 大洋艦隊 什麼艦隊 日本就打到沒辦法了 台灣這個地方是一個 說這個比較坦白的 教員來看是一個非常勇敢 非常勇敢 非常不擁擠的地方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精神 我好你知道嗎 台灣人的精神 那時候跟日本 他們最新鮮的武器 台灣人來抵抗 日本 那時候是有做 亞特高道賽党 我們的名字對這裡來 亞特高道賽党 我們跟台灣 台式跟日本 一個中間 建制在台灣 建制 台灣人的精神 這非常好 結果日本人 發覺說 台灣 好像 托騎士的 包括 打扁士的時候 我們說他 衛生脈 團練平衡 台灣蟒堂 又高 又高 所以日本人實在是真的一直要放棄台灣人 甚至 有一個期間 按照說 日本裡面 他的內部有兩拍 一拍說 沒有 全去他不會賣 一拍就說一定要堅持下去 到最後就堅持下去 堅持的贏 到最後 我剛才才說 所以這個 到第四季的時候 我們台灣 的工業群 這裡全部 叫日本人 在台灣 提供日本的過程當中 有三成三來做台灣空去參加 北部甘台塞 中部歌替好 南部林小鳥 這大家應該都沒聽過 這三人怎麼死的 就是死在後天生病的手 後天生病的手 台灣人就貪生怕死 愛情愛民主啊 他用這點 做龍禄八個手段 然後 減給你借做昏法 你就死了 林小鳥怎麼死 林小鳥建屍 工館這時候的修工的去腸膜嘛 建屍在那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說 怎麼昏法台灣 來我想說國民黨 怎麼昏法台灣 這個昏法台灣 他十幾趴的人 我十幾趴的人 我要通締你八十幾趴 通締你舒舒服服 我說不需要國民黨 跟民眾通締 比他們更厲害 屬於我比他們更厲害 在民黨裡面 今天要跟國民黨前 我算了我算了 真的我可以 我等一下跟你說 有一個政治人不不聽我會死 怎麼死的 李國民黨來到台灣 他在中國大陸 他不是人家共產黨打出來的 他是在中國大陸 逗行逆施 那是無惡不足 看到虎路就強暴 會不會是很亂來的 台灣人我們一定要認識 我們這尊是 可以在這個平和世界 來享受自由 我們一定要像自信所說的 要冠軍去思考 思考我們未來 到底我們要怎麼台灣的定位定得好呢 我們這台要扯進去 要拖廚 我們這台就好了 不然去拖 拖廚 瑞孫 讓我們會一台 再跟我們過一關生活呢 這個國家 如果改條 換台是 15003年才 我跟大家說 你會記得 崇禎去 吊死 在梅山那後 清軍 李治辰 在北京去 有人 把他調整在那後 清朝清旗軍 到中國 歷史上有兩項 楊洲俗入 加定三度 你會記得 屬可華 屬守楊洲城 清旗軍打不進 還沒說公婆之後 清朝清保 英雄十億 我們路線朋友 大家聽得好 文章不是在 開防槍 所有的苦路包括 看外老 外少年 大家都有強保 都共甘 所有的財產清了之後 那十億裡面 英雄石是 四樓騙 火流星河 那竟是 改條換台 是在台上 在火水水 來在加定三度 在台三邊 國民都到台灣 多久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到一九四九年在建設 去給 去給 中國給他看出來 一九四五年來 一九四七年 他剛年完而已 藤棋四百杯 鹽棋四百杯 你會記得 你娘子 他爸父親出來 台師多少 台師幾六萬人 他宇宙通締 到就是 絕對會把你打的 不是要的 這段有的人 跟夢想天親親喔 不知道死我 這段我跟我們別人 帶一步來 請你那種 公費去 我跟他說 這邊的台 會更加親善 會更親笑 要生這次 沒有目標 生這次不一定會拍攝 六萬人 要四送是不知道 我會很耳目 屬心我會很耳目 要拍四送不知道 所以我不是要跟他說 一定要 聚取學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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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 聚取學的教訓 我會說 我有出兩本 兩本有生書 我這兩本有生書 銷到黑漢林斯堡 美國的股金三大月的消費 一本是什麼 一本是台灣 鮮民奮鬥書 一本是什麼 二八書件 這聚取學的教訓 我告訴你 包括林志昇 他就沒有研究 我這麼親 我來騙 二二八事件 為什麼我剛才有件 折衷的資料 是因為 擬控控五年 淡水病在做總統 變成他解開 大西檔案 解凍 解開那個機密 他一份好過 所以我說二二八 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 開了二二八 要塞蘇聯 在南部那是台市多少人 到底是怎麼死的 我告訴你 完全都是陪魔 真的要研究二二八 要了解二二八 我跟我們財政這些老婆 這些事長說 你要問他問中 我最清楚 二八 究竟只能發生 二二八到底 他的原因是怎麼出來 那個時候殺人的動機是怎麼來的 不是像你外面說的 二二八就送台市多少 我有看到 我當年的時候有看到 那種是花邊新聞 我跟你說 二二八是怎麼來的 二二八就是因為 國民黨內部 內部正社跟CC派的內度 而亮成了台灣產業的二二八 你怎麼沒聽過 你怎麼聽過正社 你怎麼聽過CC派 我有看 所以在說得二二八 我講這出來 就切肉 我怎麼聽過 國民黨追 這起座 早上 跪下上 一雙雄 這一雙雄 大概不聽過了 我跟大家說 過期中國有一個話 是什麼 蔣 嘉賓 城 家黨 蔣 嘉賓 城 家黨 就是唱歌的兵 成家黨就是 成立夫 成果夫 成立府成國府領在中央大陸的那個勢力 會說是非常大 他就成立一個CC派 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是奉到美軍的命令來簽名台灣代替美軍來管理台灣的 不是他們現在台灣在共福 台灣那時候放什麼共福節 什麼社會 什麼共福節 他們中國軍隊來台灣是 已故麥克阿瑟將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七八 的聯軍第一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裡面是 責任南軍軍局長委員長 集入局 代替聯軍來台灣配合流球 包括百位十六都 代替聯軍來接受入軍投降 國民黨他是算什麼 人家在戰爭他是比在中間 人家在戰爭 那日本人今天去台灣 日本人如果要到洪山他們就去台南了 日本人來到台南他們就去台中 他們怎麼在打 他們今天去台灣是 訪電麥克阿瑟將這個命令說代替美國來簽名台灣接受入軍投降 在這裡他們要來的時候連鎮人接就沒有 美國派軍隊派軍艦帶他們來的 是這樣來的 所以說他們來到台灣後你會想 你這個當初這個義義法 他們國民黨來的他們的憤怒很清楚 所以說 俗政協會中間公司這個 給他 他 他 他是正學系統 大家記得 正學系統 他是代替 他是代表南這邊的正學系統 但是呢 他說在 正中央東部國民黨的中央東部 在李玉宗 這是西七派 所以正學到西七 這兩派在內陀 我告訴大家 一九十七年 一九十七年 二月二十七年 在台北大條領 那間田馬地下 在發生 臨港麥的一十分要怕 他以前的六天 你知道嗎 在這段台北的英雄飯店 英雄飯店 那段是整個雜草重生 都總是草木 西七百的陰優 四個星高 北一陸的 六個建國中學的學生 還不是他穿衫在那裡 你知道嗎 這段台北的事情 你怎麼聽過 你完全沒聽過 那在文猿裡面 我看出來了 大西黨裡面有的 西七派就是在製造 然後 事端就要將這個做的 爭給丹儀 要把他擁成台民 台灣人 那時候分開起來 你讓台灣 下去補 他要奪權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 沒沒秒秒 在政社和西西的內鬥之下 台灣人都 虛擾騙了 去虛擾萬人 那是完全去做生存的 所以 那當中二月二十七天 你接受 這是一種導火線而已 政家店在哪裡 政家店是二月二十 已經去 拍攝王文通 他們在喝酒 對卡卡班 後來中國朋友 王卡卡沾騙 請教他講 說到老闆 後來後來 台灣人那時候 還在日本人 剛才在日本人 在日本前身在哪兒 在那田馬帝王 在哪兒 田馬帝王 那個老闆和電子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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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廚以前 還有十分鐘 在台北 剛才在那個 發主公廟 那個誰啊 那 所以後 開始 大股人家圍來 後來這個中國 還要走 要走的時候 看人越來越多 你們不要把他摸掉 都 也請大家講 結果小孩 這個車子都開槍 去拍攝 就是這個 王文通 後來這個 龍星 導火線出來 但是那時候 台灣人又很理性 說好 沒關係 我們想到這個 228處理委員會 不知道在中間公宿前 我們在台灣說 我說 正在 六行看門桌 外行看得很好 228怎麼起來 那一支很奇怪 單一 沒那麼惡劣 他還希望說 做一段事情 把他降穩 他知道說 是CC派在操作 他沒有被CC派操作 結果 這些處理委員會 這些人大軍 來去到中間公宿 在要燈前的時候 突然間 機槍打作 竟然突然我們機槍 台座都射死六的人 這樣爆發 歷史上 228處理委員會 安門桌 就是安門桌 所以今天要知道 這個議員會有價位 你後來 上千多點在哪裡 二月議員會 來了三月切一 你看這研究議員會 這個人 從三月切一到三月切八 這段期間 你完全都沒辦法去看那些東西 你完全沒辦法去找那些資料 所以幾天 幾年都在生 幾年都在生 二月的圓手是誰 鄉手是誰 其實呢 我家人很好可憐 竟然那個時候 只要說 這違法不可說數 都須以為所 含著處理委員會 這個人 你講什麼都好 你講什麼都好 其實呢 在這段期間 竟然 竟然跟南京 政管的情況 秘電往來 都秘電往來 那些資料 我唱一堆 旁邊都有給我 所以我今天講 其實 在 1947年的三月切一 蔣介石 已經秘電給丹羽了 他說 二十九軍隊重複出發 複是對上海 對上海出亂 所以他 他不想說這就是 國民黨內部的內鬥 CC派的搞內鬥 他把這個罪證 全部都給他補給 說 幹費在台灣很長 意思是 這個共費很長 所以政府這把不民就離 派他二十九軍 這邊就是暗爭要屠殺 所以我今天 這裡跟大家說 真真正正 二二八 這個元凶 元首實上 就是蔣介石 他下令 所以他來到雞人 我們台灣人 還要蓋頭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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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人 安心說要去雞人 買頭那 要給他認識 他不是說二十九軍 到雞人之後 後來就開城了 後來就開始成功了 要成功了 要成功的時候 我要說 晚上又開始收集 都去借著名簽出來 地方要台上 過去有時候 是日本九月的 帝席家的 官階級的總裁 總裁 總裁 那時候 屬龍招 就 他拔得到沒有帝席 這些人 他都放在那裡 村子全部都 有價位大屠殺 那這時候 還有人在說 他們都在說 好婆村 在日本人 都死三四百人而已 他們多生死千多人 那年來 如果村子死 要嚴重我掛起這個 這個最不天空 這個我告訴 事先說 要不然 親自說外面所說的 說五萬六萬 那按照大師檔案 我跟他研究一下 頭在那三萬到三萬五 西頭三萬到三萬五 在高雄市 第32期的中尾 頭有70年前 我告訴他 那些可能 那32期的中尾在歐的時候 因為本地那是真紅 你知道嗎 去歐一個萬人種 那裡面就歐幾十年了 還會炒 總共歐五百幾個 那裡面 還會拌 還會吊清水 還會吊清水 有的 這附近 這附近的附近 都二義百 那是誰 台 我今天說得到 知道 在我們台灣的歷史 的發電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戰爭 有受過這麼大的 沒有公平 那是 二義百的量性 俗上說 如果說 留著去逃亡 那黨整成功 冰凍山蜀 一入之寒 絕對不是 還臨時去復活出來 台灣人在去 古時代 日本人在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 台東的戰爭 大東的共榮圈 後 到 在日本那時候 為了去洞南爬 他在美國從中做梗 然後這樣 現動 逆軍 去偷襲珍珠港 這樣掀起了太平洋戰爭 那不要說 其實在台東的戰爭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台灣人 那時候 就是太平洋戰爭 老闆都知道了 國家主委員都很缺乏 我們的替堂 都被日本人記憶了 但是呢 我們的生活 又一樣 又非常安定 日本人還用配件 配件給你吃到 都夠 今天你說像國民黨 在統治台灣這種模式 我說不用三天 東海飛彈輸售的時候 我看一個是一個噴飯 中國拍兩次 A高檔進來 這個A高檔進來 那時候我看到 他們 日本的NHK 日本附屬電視台 整個都去台灣 在訪問 我們台灣的學生的時候 做小孩也好 年輕人也好 全身手蜜蜜蜜蜜 我們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要打呢 那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人去移民了 那時候 一些橋上的東西都買了 我燉牛草了 我說 以前就是 中東六四戰爭 中東六四戰爭 就是日本的國家存亡 那時候 一個以前的民主 他中東這麼龐大阿拉伯國 一個國家 你有看到嗎 那世界在 猶太人 在世界 無論說 他在那個國家 關做多大 他的財產多少 小孩看多漂亮 大家都 財產放的 關羞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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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下去 整個都是 捍衛的所謂 大家都在那邊走 我們準備要涼了 今天這個國家 就是今天完全 整個國家的主權 對台灣人來說 完全是模糊 沒有這個國家的觀念 今天我們有一個國家的觀念 今天八十幾趴人 今天有十幾趴人 我們吃 吃夠夠 吃虛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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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今天我們要監討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看到中東六戰爭的時候 我看到真的 有夠一個心 真的有夠 有夠勤迫 那做小孩而已 十七八歲 一二十歲 他們威脅 美國籍的 威脅 英國籍的 威脅 法國籍的 都拋棄 錢炸了 背回去 捍衛以色列 人家做那些穿起來 穿起來 穿起來 要跟人家輸贏 要捍衛他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表還要走 他要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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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這些人捍衛 真的有夠衰 就對了 有夠衰 自己本身 要捍衛 要捍衛 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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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跟他講理論 他講到 後來講兩三順 跟他講到 他要捍衛 他丫頭 他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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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日本人 都猶然客 都要捍衛 就捍衛 他就捍衛 就捍衛 他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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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灣人的得色 就拍拳好看 你講到你 誰都會兒 常常 做客人吃 別說說那些 那 他捍衛 在講的時候 這時候 幾個 都學學 四年喔 四年 剛才學到九都五天沒在學 五天沒在學 五天沒在學 怎麼要讀票了 他沒在學 怎麼 教就不敢買票了 教就不敢買票了 所以五天時刻 三天一會來 人也來買票 我前前來講 還有 我來講有幾票 我來去讀票 那些錢 燦略 燦略 燦燦輸 輸以後 又開始繞了 繞四年 真的 台灣人就是這種的特色 這是什麼 這就是沒有民族的關聯嘛 有時候沒有民族的關聯 講一個重點 這個文化正式 我主要講 不用國民都關 國民都關 還要打開關 依然怎樣 第一 先用這些新住民 五星人 用立北去圍的 灌出這個概念 這是我們最好的富汗基地 你們要的東西 政府會幫你們照顧 但是會記著 政權 不能給民進黨拿走 不可以 譬如不可以帶給台灣人 我們如果帶給台灣人 我們把關落海 灌出危機逸出 少數族群 原本他就先跟你 成本的比較討厭 後來像原住民這塊給你掛開 原住民這塊 後來就是主願給你 因為我們住民人借了 主願給你 你後來給你掛開 你後來再製造 河路族群和客家族群的矛盾 客家族群這塊還要掛開 在河路族群這塊很簡單 高雄館給你分一個紅牌和白牌 台南館給你分一個這牌和那牌 台東給你分一個紅牌和白牌 給你台灣人駐鄉衝突 紅牌和白牌這些人 國民黨給你抓 抓到每個頂 一條變主義給你灌輸給你 給紅牌和白牌三成矛盾 你如果做出發 白牌做出發 紅牌來給它減起 紅牌做出發白牌來給它減起 給你製造你台灣族群再去分裂 你給你數分五裂 給你分一個外省族群 分一個客家族群 台灣逐端還要分開 這樣 然後才開始 給你有一個地坑主題 主委給你 你今天有聽我的館長給你做 沒聽我的館長給你做 你為了要證明地坑的主委 你後你就三成自己 做成矛盾 人民一斤矛盾後你就不會團結 不會團結後 國民黨這麼一條變主義給你掌控 很簡單嘛 要給你控制 所以每一邊的選舉你要選贏 你到底選不贏 之後他現在在這個社團裡面 跟他混贈 虎嚕肺 還有一個虎連肺 農肺血統 農田水里肺 什麼樹建肺 什麼西蘭國均責責肺 都他的 之後就主委給你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我們怎麼四個 屬實 人家一句話在說 每一人都要走到四個道路 要死以前要知道我們怎麼四個呢 你也活著活著活著 那種那個四個 嚴君人不說 你是怎麼四個 我知道 我也知道我們怎麼四個 所以我們要死 我們要知道我們是怎樣死的 要知道我們是怎麼四個 我們自己活著活著活著 不知道我怎麼四個 所以現在時間多少啦 一套的也要 還有多久了 來拿我一下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幾點 放一下 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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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點 我記得我的時間沒有轉到 我覺得過很久了 我剛才說五點鐘而已 大家今天這樣 因為現在來說主管的問題 這主管實在很嚴重 我是很愉快認識生秘書長 說起來他去而不捨 去了解這些問題 其實 我剛才說華山主席的事情 因為我原本 我是說 避開做一點 讓志昌去講就好 之後我做一個補強 我做一個補強 其實我們台灣的問題 在臨水變成總統的時候 我已經看得很清楚 志昌有跟大家說 美軍要來 美軍在台前 有一個土地 我跟他講 很抱歉 那個就是我簽的 你覺得我很奇怪 我待會兒有什麼時候 去簽這個 因為我剛才入委的時候 我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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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進黨裡面 就在白軍事 我沒有 我沒有 你白軍事 你只在白軍事 國防到外交 是總統的執行 問他你要去國防 國務委員會 我當時就在國務委員會 國務委員會這個地方 我剛才說 原本 臨水被接種的時候 中國有一個政策 叫什麼 叫斬首政策 這個斬首政策 你記住的 有一天 你會發覺說 由於我們的 反向兩千 我們F16的 突然間太空降 在我們的高速公路 在在演習 那就是反斬首行動 那中國 在暗算什麼呢 暗算由中國的軍計畫 我剛才說 剛才五千九百幾隻 中國有七大軍區 中國的軍力 剛才三百二十三萬 他七大軍區 都在佈地三百共三 中國有二十萬的政策部隊 新式的炮兵部隊 就是佈地在南京到北京 所以由中國的佈軍 我們才會了解說 中國 他是偏重中南海 他是偏重在中南海 所以你來 那個時候 美國 整個優候 要在中國的斬首行動 美國在宜蘭國島 就是宜蘭 到宜蘭國島只有一百十公里而已 一百十公里有佈地四百的 精神快速的營養部隊 就是美國的海軍路線隊 這四百裡面 配備那種 這個 阿巴士 攻擊租山姿 很新的武器 因為他們在那裡 起飛到台灣 不用一分鐘 就是要營養台灣 所以有此可見 美國為台灣的決心 絕對不拿 但是那時候 突然間 總統府叫我去 他說 美國有要撐住這塊土地 在台北 這塊土地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有跟大家說過 我不用再跟大家解釋 但是我跟大家說 那種中國的斬首行動 是要怎麼做的 你知道嗎 他按照說 在台灣都毫無預警的情況之下 那時候還沒有三十二的 是屬開二十七行的 屬開二十七行的 這個 這個 建造機是非常新鮮的 他們案上來要利用 從庚州直接背後 出擊的速度 就要到台北了 讓你台灣毫無預警 你後來要用他的突擊隊 直接降落總統府 把兵員頭拿起來 斬鎖行動 那真的很嚴肅 所以我們知道 現在有一個反斬首行動 所以我說這個中國 其實在中國這時候 他的經濟 屬性真的不錯 他的軍備真的有進步 但是我跟大家說 也叫他憲政中 沒那麼用 也沒那麼厲害 因為他的國防軍隊的醫生 每一年所騙的 都緊刺於美國 而且他晚上都在抗醫生 其實他投注在中國 軍力的提升和現代化的軍備 屬性 投注軍力很大 但是我跟他說 三百空三萬不是三十三萬 你全部要均術現代化 幾乎不可能 那麼中國 他有兩個 在軍風 具備 非常有影響力 這個 著稱 海軍之父 就是 中萬年 這個 陸軍師父 就是老花青 這兩個人 你不要聽過 這 中萬年 這老花青 這兩個人在中國軍序體系裡面 非常有影響力 那麼中國裡面 原來我跟大家說 有三個 四個璞 五個璞 到八個璞 要說這以前 我先跟大家答事 在六四 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那時候趙紫陽 他就是當時才嚇壞 但是中國 鄧小平 那時候是暗示 他們說要調四鴨 派人要爭鴨 調不贏 最近喔 有一些危機階密出來 中國的軍風 叫人民軍去開場 打中國人民就不敢 調不贏 所以代表中國的軍風裡面充分矛盾 有矛盾 既然有矛盾的頂小平 要爭鴨六四天的問主席 你怎麼沒記住 他宣布死亡 詐欺力去賣 頂小平要爭鴨三天前 全國說頂小平死了 那就是 中國市的政治炒作 中國市的政治炒作 全國死後 他才站在晚上給你看看 對一個到底有中到沒中 結果真的調不贏 所以趙紙以後被巴壓就是要爭鴨 你後才調官外的地點給他爭鴨 這點大家應該有記事 我以前要跟他說這些 說中國的軍力優勝 補軍 應該照顧給你拿去台灣 他的軍力要補隊 要爭南京軍區跟庚州軍區 南軍軍區 關口會問 庚州是關口上海 關口福建 東南沿海 應該要將精準的武器 要排在這裡這麼對 那你為什麼將二十萬的精準的炮兵 會去排在南京跟北京 這代表中國的高階層 嚇死嘛 將這些武力鞏固中南海嘛 鞏固的領導中心嘛 還有一點我給大家提示一下 記得 你們這裡可能有人會說這個 中國軍事現代化 現在變什麼 變兩極化 變一個軍事現代化 一個軍事事業化 軍隊的事業化 因為齁 每一年軍費是偏下來後 就軍說我要爭取更多 空軍也要爭取啊 海軍也要爭取啊 我中國這些醫生 我就是這碗飯而已 我這碗飯裡面 譬如說我可以給兩百萬人吃而已 你三百幾萬人吃的夭食 吃不夠了 吃不夠為什麼 我給你這裡沒吃的人齁 你有一句你會給他 判斷了 去他給他判斷了 所以他才給你分啊 分有政策部隊的 是在中央照顧的 我主願給你 如果沒有讓中央照顧到這些 軍隊的事業化 你們可以南京軍區也好 你借南軍區也好 還是天津軍區也好 還是在成都間區也好 你們可以自由 給你軍隊在經營你的事業 所以過去五千的秋情 有去 你還要南京齁 去那打包 打一千支幾千塊 那就是金稅金 軍隊的事業化 這點沒有人會去說這個 但是我跟大家說 在中國的軍隊裡面 今天 在東海飛團四十 我現在說東海飛團四十 為什麼要說這個 東海飛彈輸售 那時候中國在台灣民主法 立政府在推動台灣改革民選總統 突然間他在中國發揮 黑狗爛 你會記住 美國的柯林頓 在鐵石甘派這麼黏米蘇 這麼獨立法 為在東南海 為在這個 台灣海峽 這個意義在哪裡 這個意義很簡單嘛 我們大家會記住 這個國際法 之前在說這個國際法 你怎麼會記住 這個國際法 還有一個國際海洋法 這個國際海洋法裡面 譬如說我的國家 在這裡 我延伸出的海力是200海力 這200海力是屬我的國家的 台灣跟中國 剛才多久 剛才200海力 是不是200海力 200海力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 在美國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 開進中國的海洋 在日本的最初 是為什麼可以經過台灣海峽 所以在東海飛彈 宿舍的時候 美國那兩次 無獨有偶 都還在台灣海峽的正中 這有兩種意義 一種就是向國際宣訴 台灣的主管不屬中國 這間所在是公海 我停在這間所在 剛才一般台灣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直接警告中國 你不要在軍事 我是在生前的 年移民和獨立法 剛才配備幾隻 一百八十隻 這二十隻的建造機器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延伸林士生的公法 今天跟你講 你中國的軍隊 在現在的 你中國如果有才要去台灣 我就要把 把政策的武器放在延海 你為什麼要把佈地帶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雖然表明上佈地兩千粒 那兩千粒我告訴你 我做國防委員我做來行的 不要在嚎嚣 那如果趴在大樓就剛才一天而已 我不要騙啦 連那趴走出來就不會倒 那爬坡頭在哈希鬼的 這中國是煮老虎不用怕 那是夏年而已 你知道嗎 其實蜘蛛國家要看得嚴重 第二點我跟大家說 台灣的問題蜘蛛國家 如果真的有需要在丹水兵的時代 有向美國提出三項軍艦 第一就是要要求 買八隻的插電的唱水艦 還有什麼 P3 反潛艇作戰飛機 再來愛國走三型飛彈 這個愛國走三型飛彈 他的效能在哪裡我也這麼說 我講他中國軍機有五千幾隻 台灣我們的F16有百五隻 換張兩千有兩百 IDF有幾百隻 台灣的建造飛機沒有到五百隻 我總五百隻 買到第一點五千幾隻 其實屬於上說 中國他這時候對 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三二十五就是他的命格 他們真的有材料 他就飛機背景 空中跟台灣發生空間 就像頭二五、二七 屬於上去到今天這個三十四 所以你不用怕 台灣的這個空 我們的臨空的範圍裡面 如果真的各國建成建得到 你說中國幾千隻飛機都飛起來就好 中國飛起來就好 台灣要導航 沒有說你說幾 這個臨空的作戰範圍 有一個空益限數 百六隻而已 中國軍機一邊飛起來 台灣的軍機建政社 可以飛百六隻而已 百七隻就要收容了 就要收容了 所以你覺得 我們台灣的火海延時 你第一次去到這裡 我說什麼 如果建三天就對了 中國軍機沒有材料夜雷處一部 沒有材料飛過台灣海峽一部 是今天這次繞圍要這樣做 怕會放手而已 要不然說過期 對立委團隊的時代 那時候台灣 我在國王委員會裡面 我知道 你都不用怕 那是怕說他放手 都放他 這樣而已 再來你就 一旦到第一 他就說真的說台灣的空軍的軍力已經 站不住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一個武器的出手 匠尾所三型飛彈 那是社後不離 社後不離 你懂得聽嗎 譬如說我今天去 我的幻想兩千 我帶六顆匠尾所飛彈去 我們面對中國六隻軍機的時候 我們六顆匠尾所發射 我們飛機什麼都要走 可是社後不離 這六顆匠尾所說的 三型的飛彈 我保證絕對打六顆下去 六顆就是六隻 一隻就差不多了 這是美國最新鮮的 但是美國有三部說 給台灣是二台 其實是三台 再來還有一種 就是神盾 這尊的建設已經 直到TMD的階段 TMD都不知道 就是美國 他所形成的TMD 就是太空防衛體系 這個太空防衛體系 你只要中國 你的東風九號 東風十一號 不足的八號六號 不管 只要你的飛彈 只要那個飛彈 如果打開 TMD就顯示出來了 哎 中國什麼所在 他的飛彈 你不能發聲 你第一時間發聲 睡一會去 他就飛狗了 他飛狗 他會怕死 所以我不要跟他說 不要跟他聽到人 在說要打你 就怕死 其實台灣人 這時候死 剛才有兩種死 一種吃米死 一種害怕死 一種害怕死 吃米死 他說 不然你說吃米死 你說吃米死 你要看 才去這裡 我講這段 他在黏黏黏黏黏黏 你問大家吃米死 他說 三人不吃 我吃米不吃 九妹都會死 現在還中就怕死 自己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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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 幫你關注這個概念 主管有所謂去說 我跟他說這個概念 大家聽說 不可以去聽到中國 我們就怕 中國跟美國有三個公報 我剛才看得到 就是 八日上海公報 八日公報 跟 建交公報 第一就是建交公報 第一就是上海公報 第二就是建交公報 第二就是建交公報 第三就是八日七公報 如果照美國跟中國 所謂簽這三個公報 裡面 對台灣最大的 應該是八日七公報 但是八日七公報 什麼時代簽的 是雷根的時代 雷根的時代 他簽八日七公報 但是雷根是 一個很反共的極先鋒 因為他為了要撻破台灣 所以他才通過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是四通美國國內法 你敢想 美國跟台 美國雖然是太平洋的國家 美國 和我們是何等的遙遠 美國為什麼 通過台灣關係法 會訴訟 美國國內法 用於美國的國內法 來 來 來看台灣 在這裡 你可以找出 他當中的蹊跷 到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今天 只要 台灣 維持自己的目標 民主的狀態 台灣人民 我們不用害臺 我們不用 因為說 有什麼問題 我們本身在怕 我們自己去決定 要把坑定好 民主要貫出一個概念 讓你們聽 中國 絕對不可能 攻打台灣 而且我告訴你 百分之百不敢 甚至 我要找給他 我可以告訴你 我認定他不敢 他也不敢 屬性不敢 因為 這牛一隻頭門 會去感動全世界 台灣沒那麼軟 你同期是 一百九五年四五十七 簽定 下官條會好 馬官條會好 那時候是誰 包括台灣 偏向日本 跟琉球 我問你 琉球 琉球現在 不是你們中國的 現在他會翻日本的 沖繩縣 他會翻這裡 這個政策在哪裡 你去看姿勢去看 他裡面有膏 大家很清楚 所以 有一點 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內部 不是像我們所想的 不是像國民黨所說的 因為他如果不敢說 他們政管沒辦法 出事給你掌控 因為如果不敢說 他們的主委 不能 一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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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大家問一下 國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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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由利王 這裡有一個來問一個 來 你好 那個立委 我想知道 我想要知道 現在目前你對台灣民進府的看法 我們這些都將來要接民進府的主管 你有什麼建議 謝謝 你說什麼 你對台灣民進府的看法 現在目前 我們這家裡的全部的人 是要接台灣民進府的主管 還要接政府 台灣民進府 你的看法 你如果我們的建議是什麼 我跟你說 依據國際法還是萬國共法裡面的論點 占領不得擁有主權 我占領不能擁有主管 我今天如果占領可以擁有主管 我美國人最強的 像他出兵去伊拉克的時候 去伊拉克的時候他把海山 打到海山都沒辦法去土地 他三天裡面把伊拉克拿起來 美國可以擁有伊拉克掙錢嗎 主權嗎 不可以 所以他雖然以後你有注意嗎 美國去佔領伊拉克之後 他成立伊拉克民進府 這是固定的 但是依照國際法來說 當初麥克阿蘇將軍來台灣的時候 他的地方給國民黨軍隊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是在這裡討館而已 照說他就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他沒有成立 這是美國封台灣的地方 是美國封的 所以台灣民政府不是你們這裡讀伊拉克 這是國際法上有一個很確定的規定 所以你們既然這樣來 你就是 預計林志森博士一本性的論點 我認為 他的論點還站得住腳 他還站得住腳 所以 如果以過這個論點 有持續下去的會 未來 台灣獨派就比較不舒服 我可以跟你們說 大家還有什麼議論 大家聽到嗎 我幾乎一乎 我幾乎一乎一乎 我幾乎一乎一乎 怎樣 我們剛剛學法 我看六乎一乎一乎 沒有啦 我比較多 因為我說 因為 屬性的 差不多要聽十文青 我沒有聽完 因為我 每禮拜 我再在三個講 有個演講 議員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好來 你剛才說 台北來歐的 台地 你簽得到 什麼政議 剛才不清楚 還簽你膏太太太太 好 我跟你講 因為你如果 國家把國家承諸土地 應該說是99年 就是過去 香港 為什麼回歸祖國 回歸中國 是因為過去的香港 英國人給人 承諸是99年 國際法上是99 但這邊 美國把我們 做的是什麼 是99加99 99加99 哪一條 就是 剛才一百九十八年 一百九十八年 那美國 有什麼主権要簽 因為 不要忘記 台灣到目前為止 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 尚未解決的 一塊戰爭 擁有地 這論到美國 擁有 這時候 對台灣照顧美國還有發言權 因為 喂 喂 我跟大家說 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參政國有四十八個國家 大家聽好 這四十八個國家裡面 當初在 舊青山河野簽訂的時候 我的記錄不對 同盟國是四十八個國家 那時候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參加 但是那時候美國 美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有所有舊青山和平條 是美國主導的 那時候 在建政 在開牌過程中 有去打火力賓 打新加坡 打台灣 對美國 所以美國 如果按照國際戰爭法 來做規定 美國實際上 他就是 有去掌控整個台灣 和火力賓和新加坡 應該是 他的戰爭殖民地 但是美國 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 他在中戰結束之後 他扶持火力賓獨立 他扶持新加坡獨立 他為什麼沒有支持台灣獨立 就是因為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之後 韓戰是1950年爆發 已經我說 台灣在那時候 事實很危險 在舊金山合約簽訂的時候 以後我說知道 原本 在舊金山合約 那時候就是 將台灣 按照做一個表決 要回歸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確定喔 但是因為韓戰爆發 美國在那個當中 有跟中國接觸 這你跟他錄音沒關係 放給美國人看也可以 接觸後 他希望 王台灣問題要換出 美國在朝鮮 放棄進入城 結果 中國 就是 除夕到底 所以韓戰才去改變台灣 韓戰才去改變台灣 所以後來 但是美國 他知道 台灣的問題 如果在那個時候 改革對美國不見得好處 再說一個 不好意思 美國人很肝 這個不確定的台灣 這個不穩定的台灣 我們是讓美國 可以做一個外紀 來走 可以在日本跟中國 這個所在 偶旋 從中去獲取 金屬 贈助跟經濟利益 所以今天 你會記得 台灣的問題 玄而未決 就是因為美國 那不然在那個過程裡面 美國剛才少了 少了 韓戰的時候 國際社會剛才兩極化 兩極化的國際社會 就是以 莫斯科維持的華沙公的 跟美國維持的北大西洋公的 所以這兩大集團的對抗 那麼美國為了有效 防堵國際共產速力扣張 進入西太平洋 所以這少了才利用 政府跟這個軍隊 為何台灣海峽 美國才做無力的美人支持 這樣默認蔣介石集團 非法佔領台灣 還有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蛤 好啊 大家不去冤 沒有去冤 沒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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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立委 你什麼時候要加入台灣民政務 謝謝 你當時要加入台灣民政務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 我什麼時候我的姊姊林志三 你不要玩樂 因為 需要站在台灣這堆 我絕對不會 我不會離開台灣了 因為我跟他說了 在中國這堆 我不會跟中國接觸 我永遠不會跟中國接觸 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 歡迎是在進壓國會嗎 蛤 歡迎是在進壓國會嗎 我說馬英九 後馬英九時代 這種問題 你說這很好 因為馬英九他這段要按照全身而退 其實馬英九這段現在 以後我看 他犯了 外犯內亂罪 他熟悉上他犯了 外犯內亂罪 以後 馬英九他很注意 他這幾天我跟鄭做觀察 他調查體系 就金普通開始在巡視 就代表他已經 都控制好了 調查局局長 很年輕 他認識 還可以做五年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2014的決戰點 我看他 馬英九 馬英九已經提早補救了 這段張宿經濟 我看 已經外國國民黨過了 他主要就是要 跟民進黨來接觸 這是純政治的 你怎麼說我跟他打 純政治的 他跟民進黨來接觸 就是說 要讓馬英九知道 已經 他本身獨享中國豬原的時代 已經結束 那麼金普通他這馬英九 他這次要關心什麼 在 2016年 譬如說千月投票也好 贏或是三月投票也好 五二年在 露台以前 你跟他說的 我原文章來做證書判斷 在這個三月到五月 他接這段期間 他一定會 拜一段 拜 10天或15天的時間 去訪問中南美洲 這十五天就是他本身的純糕 如果是民進黨接政 這十五天出 他不回來 他的照 如果是國民黨接政 他的 教授又回來 這是馬英九 他的預留 他的後路 但是 要怎麼 黃族 因為 按照我們的憲政體制的這種設計 你沒有做總統也好 管長 市長也好 需要新的 獲選人已經當選了 你本身就是看守 就是看守 你沒有實際的權利 什麼行政權都沒有 就是看守 那個時候我們應該 如果民進黨有機會 不管是賴清德也好 什麼也好 這是在實際上 如果是有錯了 應該台灣人要發聲 要求新當選的總統 要求 馬英九 不能出口 要在台灣接受調查 來 還有三個問題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要送我專家 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